大家好,我是香香 今天跟大家分享农村一种大名鼎鼎的野菜 你看,就是电线杆下的这颗植物 它叫灰灰菜 灰灰菜可以说是野菜中的尊品 学名叫梨 一年生草本植物 高30到150厘米 你看,这是它的叶片 层波浪锯齿状 金杆直立粗状 上面有绿色和紫色相间的条纹 分支也较多 灰灰菜喜欢生长在路旁 荒野及田间的点景土地上 目前尚未由人工引众栽培 很多地方都喜欢吃灰灰菜 可以说灰灰菜是野菜中的真品 用来炒肉、凉拌、包饺子、烙饼都非常美味 不过这野菜不能过多食用 因为灰灰菜是观感性植物 过多食用后再去户外晒太阳的话 有可能会引起皮肤红肿、刺痛 还有一种灰灰菜 叶片背面是红色的 听说这种灰灰菜是有毒的 所以香香在这里提醒大家 使用野菜有风险 如果不认识的话 千换不要随便去采摘食用哦 知道吗 灰灰菜除了是美味的野菜 把它晒干烧成灰 有两大非常好的用途啊 第一 灰灰菜晒干之后烧成灰 加水沉淀过滤后呢 用来和面 做扫子面 俗称碱面 据说这样的面啊 又筋道而且爽口 第二 在以前苹果的年代啊 人们会把灰灰菜晒干烧成灰 拿来洗衣服 和清洗碗筷家具啊 是一种天然不伤手的洗衣粉 洗洁精 听完我对灰灰菜的介绍 是不是觉得不起眼的灰灰菜 有如此大的价值呢 朋友们 对灰灰菜有什么其他见解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